欢迎收看今天的人气美食 在中午的时候人均只要40元就可以吃上满满一桌子的菜 并且是在二十几道的美味佳肴中选择八样绝对的实惠 赶紧去看一看 粥饭吃什么可能是很多上班族头疼的事情 基本上三四十块钱能吃到这样一个客饭已经是很不错了 但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商务套餐特别的划算 168元可以四味享用 并且这个菜肴等一下您看食客桌子上肯定会震惊的 对于一些大的饭店晚市的生意要远远好于午市 但是在这家店以往冷淡的午市也迎来了它的春天 因为店家在中午推出了打半折的套餐 三位是在这附近上班还是来聚会 今天是附近上班然后中午过来吃饭 怎么样一个套餐给我介绍一下 就是像这个价目表上一样的 然后所有三选一 商务套餐168元适合三到四个人 平均是 平均四十几块钱吧 哎呀我看这桌菜好像挺多的啊 吃得完呢 量非常的足 像我们三个人呢 已经点了一大桌子 一共大概有十道菜了 是否会选择中午这个时段来吃这个套餐呢 中午的话便宜嘛 对对对 如果晚上来吃的话 这160块肯定吃到这么多菜 就没有这个套餐 对对对 现在流行那种错识的美食嘛 那像我们中午的时候的话 四个人来吃的话 还是比较实惠一点的 那晚上是没有的 晚上如果说按照这个套餐的话 我估计大概要两三百块钱 所以说中午的套餐相对的 性价别不错啊 至少翻一翻 如果要是不是这个套餐的话 中午的话两个冷菜 四个热菜 一个汤 两道点心 还是不错的嘛 这样一个套餐包含冷菜 热菜 汤点心 一共八道菜价格打了五折 供应时间只限在中午十一点到十四点 而且顾客可以在二十三道菜里面 认点八样美食 这边的选择的话是怎么样一种选择 这边选择它有很多选择 像冷菜的话 它每一样都有可以三选 比如熏鱼啊 夫妻肺片啊 捞鸡啊 都可以选择一样 每天像我们这里上班 有时候经常来的话 可以每天都换不同的 我看出来了 它是冷菜还分为荤和素 荤的三选一 素的还可以三选一 就等于是两道了 一荤一素 对 都可以给你搭配 每天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样子的 热菜呢 是几选几啊 热菜的话 它有十个选择 海鲜啊 土豆啊 蔬菜啊 这个牛肉什么都很味道 十个中选三个 选四个 它十个是选三个 然后有一个蔬菜 是每天换品种 给你新鲜搭配的 再加上汤和点心 对对对 您来跟咱们说说 今天到底选了什么一些菜肴 今天我们选了一个是 那个夫妻配片 鸡火干丝 然后还有那个干锅牛蛙 蔬菜色拉 新西兰牛肉 然后还有一个纯菜鱼丸汤 包括点心这边是 这边好像一个特色点心 是一个春卷 挺有特色的 来了这么多次 有没有自己的心得 比如说性价比比较高的是 哪几种搭配呢 就是我觉得是 又昏的里面可以选 牛蛙啊 牛肉啊 然后今天我们点了这套 那个蔬菜色拉也是比较爽口 然后因为像女士啊 他们肯定要减肥什么 吃出来菜类特别适合 这种打折的菜单 并不是固定的 店家会根据 每道菜的点击率进行调整 而且专门制作了 菜品的排行榜 像这样一个套餐的话 如果不是说 做这个便宜的商务套餐 这些菜家权要多少钱 这些大概要400多块钱吧 基本上要翻一倍 还是多了 现在我们就有考虑到 就是经济社会中午嘛 然后就推出这个 就是168块钱嘛 这个套餐 那会赔本吗 呃 我们就是薄力多销吧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主要地下的套餐中的 一道什么菜 今天这条鱼呢 是太湖第一鲜 就是太湖 才能太湖的 就是每天 每天早上 就是从太湖牢上了以后 买 呃 现撒的 撒完以后就是保持新鲜 操作呢 我们就是说 它很简单的 放在就是盐辣 葱姜 就是最最基本的这调料 然后我们就放在酱油 自己调的这个酱油 然后浇上去 又清淡 就适合现代人的口味吧 好吃鱼的这个原汁原味 对 原汁原味 那这样一道菜单点的话 多少钱 单点的话 这个菜要68块钱 68块钱 哇 所以你想想看 套餐加起来 反正大概 八九样东西 对对 还有这条鱼 加了一块才168 对对 所以要挑那些 性价比最高的来说 您给我们推荐几道菜 呃 我 这一就是一个鱼 一个鸡火干四 一个牛蛙 都很好的 对 如果你选择在武士 来这里吃套餐 不仅能避开排队的高峰 也能享受将近五折的 价格优惠 何乐而不为呢 满着一桌菜啊 有温有素 有汤有点心 这样吃上一顿饭 人均差不多40块钱 你想想 又营养 而且这边的菜品 看上去都是清清爽爽的 又有保障 在这样的酒店里面呢 吃一顿中餐 又实惠 我想呢 无论是附近白领 或者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的话呢 这里确实是一个 不错的错峰美式的好景 人民广场附近是寸土寸金 这家小面馆就开在淮海东路的一个街角 面积不算大 但收拾得相当干净 每天到了中午 附近的居民和商务楼的白领 就会纷纷来到这里就餐 这边小店感觉进来以后 感觉还蛮干净的 这边小店感觉进来以后感觉还蛮干净的 这边小店感觉进来以后感觉还蛮干净的 这边小店感觉 今天做的是什么面 牛筋面 牛筋面 牛筋在哪里 牛筋了 这里都是牛筋 这就是牛筋 它们的牛筋好大块 很酥的 很酥的 它吃骨饭怎么样 吃骨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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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Q的 很Q的 也是经常来 经常来 我吃骨饭 盖起来不能吃 我吃得到五斤了 对 我吃了热的衣服都可以吃了 吃骨饭 米饭吃了骨饭 你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当时就要跟他开玩笑 两次脚都放进来 这个要看时间段 看时间 主要看时间段 其实人流量还是蛮多的 人流量还是蛮多 对对对 你们选择什么时候来 老师课的话 我们差不多就是说 中午过一点点吧 差不多一点钟之前 一点钟稍微不到一点 因为如果 赶在半点来的话 可能就比较急 这里的面条 焦头大多以本邦口味为主 品种在十种左右 最便宜的 穆尔靠夫面 九元一碗 而基本主打的特色面条 都在二十元左右 其中点击率最高的 就是这碗猪手面了 汤肯定是好喝的 它这个猪手呢 主要是做的不腻 不腻 有些猪手 它做的如果太过头的话 吃在嘴里就是很肥腻 它这个没有 就是口感很舒服 蛮有弹性的 然后也不是很甜 因为酱猪手最怕就是特别甜 它也不是很甜 红烧的 红烧的在里面放在里面 水里面一起煮起来 好吃 对 摇起来很大 酥弄 又弄又酥 挺好吃的 又嚼劲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对 挺好吃的 如果最喜欢 我喜欢我们的同志们 中年了嘛 对嘛 对美容也比较好 我觉得就是说很Q 它不是非常烂 不是非常烂 咸度啊 甜度都失踪 对对对 然后你咬完之后 你咽下去了 然后你嘴唇的话 就感觉有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就粘在一起了 感觉了 对对对对 有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面也很劲道 面也很劲道 对 面也很劲道 它不是你看 在汤里泡了这么长时间了 它也没有结在一起啊 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还是很有弹性的 很多人都说吃面 汤头很重要 汤头好不好 直接关系到一碗面的好吃与否 不少老师客都会调侃到 面吃不完 料吃不完 最后都是他喝完了 还不错 没有 不是那种放很多味精的感觉 如果是放很多味精的话 会很渴 它没有这样 你老师也喝汤做什么 老师 很鲜的这个汤 我看这个汤看上去就很浓 它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面汤 它是很浓郁的 并不是清汤刮水的 那它这个汤喝起来 是什么口感 这个口感 这个口感简直是 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老板告诉我们 因为焦头都是事先做好的 所以到了中午有可能会凉掉 所以一定要用浓郁的热汤 将食材污在里面才会好吃 我们卖的好的是猪手 牛筋 大肠和腊肉 就是四款 外表上面都打信号的 对打信号的 提醒客人看一下 注意一下 发现在这周边 你还是真的卖的什么 对 我们性价比蛮高的 因为这里附近的主要是 配合那种商务炉的 白领 白领 对 对 对 小店的厨房很有设计感 收银台后的一块隐蔽的小板 轻轻一推就可以进去了 现在厨房穿短热 应该还蛮热的吧 这边 还好 这边是你们这个小菜 配菜 焦头了 焦头对的 这是猪手 猪手 辣椒 红蒙牛肉 熊煎 这是牛筋 这是辣肉 这是辣酱 辣酱 那你们这边猪手和牛筋是卖的比较好 对 猪手拿几块我们看看 这些是用小火慢慢蒙出的 之后他就自己放一段时间 自己就上酱了 他自己就凝固住了 对的对的 吃的时候放到面里面慢慢就自己就化了 这位大厨不是很善于言辞 但是烧出来的这碗面倒是相当的精彩 如果你也在人民广场附近上班的话 不妨中午时分晃到淮海东路上去品尝一碗本邦浓汤猪脚面 如今很多人都自称是吃货大胃王 要让他们吃的尽兴就必须要有分量足味道更棒的美味 今天我们的微榜单就来探寻一下这大份美食的踪迹 比脸还大的炸鱿鱼和扇贝王美味依旧 更有堪称脸盆的巨型菠萝油 想要一份分量十足却依旧精致的美味 赶紧走起来 我脸大吗 还好吧 有没有这边比较小一点 其实我知道的 我的脸很大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一期我的榜单要找的美食 比我的脸都还要大 有什么美食能比我的脸还要大呢 披萨 当然不是我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这些美食比脸大第一站轰炸大鱿鱼 今天是什么原因吸引到你 我去看到别人拿的我觉得太酷了这个鱿鱼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 拿着一个鱿鱼嘛 前面看到有人拿这个还蛮奇怪的 第一次看见这个 马上过来试一下 觉得挺夸张的是吧 对 好多人都来吃这个 很多人都来排队来买是吧 这鱿鱼给你的第一个感受怎么样 好大 很大个 特别从凤贤赶过来的 从凤贤 对啊 因为我同学在好友圈上 在好友圈上分享了 比我的脸还大 他脸小还你脸小 那可能还是我脸比较大 不会吧 来放脸旁边 摆个帽子我看一下 没有 他的脸比你大你知道吗 他的脸在哪 看来很多人都是被这鱿鱼的个头 给吸引过来的 拿在手里 这回头率可是直线飙高 究竟味道如何呢 人一上去吃的时候 整个脸都被遮掉了 什么感受 挺好吃的 有没有失望 没有 没有是吧 一入口嚼上去是什么感觉 很脆 挺有嚼劲的 平时吃的鱿鱼 可能是那种 爆烤的那种鱿鱼 会比较多 然后它那个 它上面裹了一层粉嘛 咬起来是脆的 然后平时那种鱿鱼 咬起来是软的 店家说 这大鱿鱼 鱿鱼可是进口阿根廷 一个有一斤重 用胡椒粉裹 下油锅炸两分钟即可 有柠檬 滋然 辣椒 芥末等六种口味 每天至少卖出一千只 你 来比一下 谁的脸大 谁的脸大 啊 难道 真的比我脸还大吗 哎哟 我跟你讲啊 这个鱿鱼是真心大 我第一次看到 平时吃烧烤啊 或者吃夜宵 经常也会吃到鱿鱼 对不对 或者路边摊也有烤鱿鱼 哪里有这么大的啊 而且我跟你讲啊 它这个做到那么大之后啊 刚才很多师哥跟我讲了 不老啊 究竟味道怎么样呢 哇 最好吃在上面的处角 外面这一层是很那种 脆香的感觉 下面的肉呢 你咬起来呢 会稍微觉得 比较的有嚼头一些 有嚼劲一些啊 哎呀 太赞了 你有没有发现 我身后啊 大多是女生在排队买 你知道女生 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吗 因为她一边吃 就拿起来 跟自己的脸比较一下 哇 这个鱿鱼 比我的脸还大耶 就是说 自己的脸好小 哦 然后他们就开心的吃着去逛街了 哈哈 你知道这一站我们要吃什么海鲜吗 哈哈 没错了 我们这一站是要来吃扇贝 但是这个扇贝太小了呀 我们要 哈哈 是 这个扇贝有够大 但是别忘了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要比脸还大的美食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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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比我脸还大 这些美食比脸大第二站新浪有约扇贝王 上榜理由 扇贝里头称大王想吃还得先预定 谢谢您好 哎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您这边太壮观了吧 哈哈 我帮你点一点啊 嗯 2 4 6 8 10 12 14 16 17 8个扇贝 比较喜欢吧 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 就会来这边吧 嗯我这里是目名而来的 目名而来 对因为朋友介绍了 嗯 然后 嗯说这里的那个扇贝特别大 是 然后我过来一看 我觉得好像出乎我的意料 哦 对 我觉得没想到这么大 比我的碗还要大 比碗还要大 它有三个品种 有一个是极品的 有一个是中号的 这个就是极品 对对对 你看这个多比一点还要大 是吗 是的呀 这么大的个头 绝对称得上是扇贝之王了 据说只有提前预定才能吃到 味道可以 我觉得它放了一点辣 我觉得正好比较适合我的胃口 肉质也蛮肥的 对特别是它那个 就像黄岩的那个 这个对这个包 平时那个我到外面吃那个扇贝 我就像跳鱼这种包的 对但是外面的都是小 很大的红糕 你要不要筷子把这个红糕 跳一下我们看一下好吗 好 红糕 呀很嫩啊 对很嫩很嫩 你把它夹起来就好了 很嫩 对 很大 对对对对 像这个就是红糕 还有它加了一个粉丝 还有那个蒜泥 还有那个辣椒 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的 吃上去有一点那个 跟蟹膏也是不一样的味道 扇贝肉入口之后 就能吃到食材本身的这个鲜嫩 和它本身的一些味道 而且里面就是说 如果个头比较大的话 里面可能会稍微有点甜的那种感觉 这大扇贝的直径足足有20厘米 都是现点现开保证新鲜 到底从哪来的呢 赶紧去问问厨师 像你们这个扇贝的选择 都是从哪里来的 不会有那么大的扇贝了 我们这扇贝是从那个 大连的张子岛过来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上海这边 有好几家店 所以说我们的供货窗 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这么一批大扇贝的 哎呦 我这边看到一个更大的吧 对对 这个扇贝在一斤多一点吧 一斤多一点都要 哎呀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这个扇贝 绝对是新鲜的 因为它这个 像这个口都还没开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相对来说 还要大一倍啊 这个对对对 比这个还大 这个中等的 时间只能在半斤左右的 这个是有一斤多的 这个一斤多的 这边还有 还有一种 这个就更小一点了 对对对 大的这个扇贝 跟平时烤的那个小的扇贝 它要花的时间会很长 对这个时间相对而言 要长一点 平时烤的小扇贝 这四五五分钟 这个再要个 八到十分钟左右 个头大了 这调料比例 当然也得同比更大 而且烤之前 厨师会把肉切开 使其入味 口味也有蒜泥 豆豉 XO酱三种 很赞 但是你会觉得太小吃了 然后不够过瘾 怎么办呢 来这个呀 你看 这点有多大 一嘴一个 这个应该 我得要吃个鸡巴嘴吧 你看 它这一坨肉 一坨肉 鸡汤就有一个小的扇贝 这么大肉 来尝一下 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它扇贝太大了 然后呢 它这个肉 会很老烤出来 但是呢 一点都没有 它这个肉 跟我刚才吃到 这个小的扇贝的肉 一样的嫩口 而且里面充满了汁水 你看 它烤了很久 它没有把它烤得很干 它里面呢 它还是有这些汤汁在里面 它所有的调料啊 味道都入在这个汤汁里面 然后这个汤汁的汁水呢 全部都走到扇贝里面 那个肉里面去 大扇贝每天只限量200只 想吃的话 可得提前预定哦 看过比脸大的鱿鱼扇贝 接下来 要睁大眼睛了 你会猜我看到什么 看这里 哇 超大版的菠萝油嘛 这是 这些美食比点大 第三站查理市 上榜里游 巨型菠萝油 小伙伴都惊呆了 要说巨型汉堡 巨型牛排 巨型鸡排 咱们是见怪不怪了 带着巨型面包 还真是难得一见 是不是菠萝油 对啊 这个太大了吧 是的 这边有个 这个算是正常版的吗 对 那个是正常版的 他们俩的差别 真的太大了 我今天算见识到了 三个女生啊 你们就准备 把那么大一堆全部吃完吗 没有 我们刚开始没想到 比小的差那么多 太大了是吧 整个桌子都占满了 今天就打算 就吃这个菠萝油 就好了吗 对啊 今天是家里人过生日 所以过来这边 可以做一个 像一个蛋糕一样 就把它当成一个蛋糕了 对对对 有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菠萝油 没有 没有见过 你估计你们三个 能不能把它吃完 这个 这个估计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这只巨型菠萝油 只近有40厘米 都可以抵羊驴的三倍炼大了 重量更是达到了1000克 还真是让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我就在想 是我人太小了呢 还是我吃的东西太大了呢 正常版的菠萝油 加大版的菠萝油 哎呀 真的 过生日以后别吃蛋糕了 蛋糕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抹掉 来点一个这个菠萝油 上面插个蜡烛 这个就是一个蛋糕嘛 特别适合 人特别多 朋友聚会啊 很多人直接点一份 或者呢 是胃口特别大 特别大那些人 你过来点一个 你吃得完我算你厉害 真的 这么大的个头 足足有普通菠萝油的十倍 别以为个头大就不入味 吃起来也是和正常版的一样浓香 只是这么大的菠萝油 不叫上一群朋友还真是吃不完 怎么样 看了这些比脸大的美食 您是不是也想去赶个时髦 拉风一把呢 如今各种无辣不爽的重口味火锅呢 在上海是大行其道 但是接下来的这家火锅店呢 却凭借着清淡养生的两道涮菜 征服了很多人的胃 而且这两道菜都有一个共同点 脆嫩结合 到底是什么样的小清新呢 赶紧去尝一下 好 又吃重庆火锅啊 我跟你讲 真的别又麻又辣 对吧 吃了我以后就清真豆又又冒出来 真别吃 咱们换一个行吗 不麻不辣不长豆 你别骗我了好不好 真的 咱们换一个 不吃就分手啊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 这么清淡啊 我没走错吧 这真的是一家重庆火锅店吗 看看这中国风的装修元素 热闹的人气 以及店里弥漫着的喷香火锅味道 行航来到的的的确确是一家地道的重庆火锅店 但是在这里我们听到食客们最多的评价却是这样的 口感会非常轻轻 荤中有素素中有荤 荤素搭配非常有营养 吃起来的味道特别舒服 很滑爽 平常吃火锅都吃特别油腻嘛 现在去吃也这样清淡的也挺好的 如果你以为重庆火锅只能是流着汗 吃牛油红汤锅配毛肚和黄猴 就大错特错了 现代化的重庆火锅可以让你既吃得好爽又不是健康 比如到这家店点上一份滋补的白汤锅 配上一份秋葵酿肉和青虾藕饼 会让你的晚餐别有一番风味 今天的这些涮菜有哪些你觉得是比较不一样的 一个是这个秋葵酱肉吧 因为秋葵酱肉的话就是说秋葵可以戒掉一点肉的腻 然后呢秋葵本身就比较有营养 然后呢就是平时不像 因为平时一般就游灵啊或什么的 这样是还是蛮特别的一个 就是还没有说吃过火锅来涮这个秋葵吧 火锅的话秋葵是第一回第一次 以前亲说过但是没吃过 今天第一次吃这个感觉 觉得秋葵口感怎么样 很好吃非常嫩 也还到嘴里有一种黏黏的感觉 黏黏的感觉 有点像山药里面那种黏液的感觉 对 看上去呢是生的时候是绿的跟红的 煮了以后呢是绿的跟白的 看上去呢挺舒服的 吃起来特别爽口 小孩子呢会觉得秋葵呢比较涩 有点苦味 那么假如加点肉呢 小孩子也不吃臭 那么对小孩呢不干什么多 都有好处 它是树里面带了一点油 但是会很滑很滑很爽 然后会爆汁 然后把里面的肉汁跟这个蔬菜的一个年华 全部吸收在一起很好 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就感觉咬下去以后有一包肉汤在嘴巴里面 对对对对 很有趣 而且这个肉汤还有秋葵的那个汁液在里面 对秋葵的清香 素菜的清香 秋葵是从南美洲引进的一种蔬菜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通常我们会在餐厅吃到冰镇秋葵或者炸秋葵 而这种直接在白汤里涮的方式 可以让秋葵的营养保留的更全面 搭配上猪肉脆嫩结合的口感 更是让人流连忘返 除了这道秋葵酿肉 另一道青虾藕饼 也是脆嫩结合的经典组合 虾滑夹藕 虾滑夹藕片 对 这个好像也是第一次吃吧 也是第一次这样吃 但是平常吃要么吃虾滑 要么吃藕片 都是分开吃 今天两个在一起吃 藕有一种它那种独特的那种藕香 然后再加上虾滑非常的鲜美跟嫩 这样加一块非常好吃 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感觉吗 绝对有 无穷的 传统的广东菜就是虾滑 然后它里面放了一个藕 藕有降血压的功效 所以是什么 你是营养学家都这么了解 对 比较爱吃而已 所以说它这两个一个结合是非常好的 你看这里的虾是嫩嫩的 然后这是脆脆的 进了白汤以后非常舒服 谁说火锅店的大厨很轻松 尽管不需要烹饪 有时候却需要一点创意才能立足 在各种无辣不爽的 重口味火锅大行其道的当下 这家店在满足湿辣一族的同时 又反其道而行之 凭借着清淡养生的涮菜 征服了许多人的胃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断叹大厨的创意了 刚刚店里面很多客人给我推荐了几款涮菜 我真的在以往的四川火锅店里面没有看到过 大家一提起一个四川重庆牛油麻辣火锅 就是给大家的一种感觉是重油重麻重辣的感觉 但是最近我们店里面推出了就是秋葵尿肉 藕夹青虾 我们想改变这种观念 让大家感觉重庆火锅也吃得很健康 这两道荤素搭配的涮菜吃起来是脆爽鲜嫩 在准备的时候却需要大厨花费不少的功夫 沙肉打上劲 藕切成薄片 秋葵切开并塞进肉糜 每一道菜的切配都要近半个小时 但是当我们轻轻涮一涮 细细品一品的时候 感受到的却是一份清新和健康 你看这个秋葵的形状 形似一个小灯笼 所以它在里面涮的时候 整个秋葵不仅里面包着肉 还包着浓浓的这个汤底 所有的这个猪肚鸡的汤 还有肉汁的汤 还有这个秋葵里面本来的这种汁水 混在一起一口咬下去 特别的饱满 然后这个藕的话吃下也很到位 它的厚度 其实比一般我们涮的藕片的厚度要薄很多 也就是说虾滑熟的同时 这么薄了一片藕也熟了 而且是刚好是脆度相当 我觉得如果说你害怕吃比较重油重辣 重麻的重启火锅的话 真的点些这个吃起来又美味又没有负担 多好 海鲜您喜欢吃吗 我可是非常喜欢 尤其这个贝壳类的 比如说蜻子啊 蛤蜊啊之类的 不过我跟你讲 如果是有虾出现的话 这两样我就会放在一边了 虾 那种丢弹的感觉 对不对 不过 如果是大闸蟹来了的话 肯定我相信大多数人要选择大闸蟹了 对不对 今天有一样食材出现了 我告诉你 什么蟹啊 什么虾啊 什么蛤蜊啊 什么蛆子啊 这些我们平时喜欢的海鲜啊 都去帮它当配角了 好 我们今天主角到底是什么呢 跟我去谈一下 究竟是什么美食 可以让所有的海鲜都只沦为配角呢 告诉你 这是一家不大的本包饭店 中午生意却出息的好 而大家冲的就是这里的一碗海鲜面疙瘩 这碗面疙瘩汤料足 绝对是既广宝又美味的大餐 热火朝天的 你好 你好 经常会来这家店吗 我经常会过来 经常会过来 这里面虾你看蟹 这些海鲜全都比较有营养价值 然后呢 还最主要一个就是这个面疙瘩 我是北方人嘛 这个面疙瘩就是说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我个头个大 吃起来就是说比较鸭饿 就比较甜度的管道 有嚼劲 我们北方人就实在说话实在 这个就是说比手工做老家我妈妈做的也比它还不如这个你看 这个海鲜面疙瘩第一呢吃起来很鲜 这个鲜味跟平常这个鲜不一样的因为它它这里面有好多这个海鲜 有很多海鲜 对 我目前有看到了蟹 蟹 像狗梨 春子 而且它这个面疙瘩是手工做的 而且就是这个面疙瘩嘛 一般像我们喝点酒嘛 在后面不吃饭 这个胃也不好 趁着这个喝酒嘛 一人吃点面疙瘩就吃饱了 其实也可以把面疙瘩当做主食来吃了 对 吃好之后呢 就是人走了之后觉得这个胃特别舒服 这碗海鲜面疙瘩售价是58元 基本上来的食客都会点上一份 甚至有的客人也就点这一份 我一个人就点一个菜 你就一个人 就点这一个菜 这样的意思 你点这一大碗就把它就当做面一样来吃 面是 又当主食食 这个面疙瘩就是它手工做的 手工的面疙瘩 关键是 所以我们上海人吃 现在吃这个面疙瘩吃不太到 因为放了酸汤嘛 所以有点得酸的 很鲜很鲜 它不放味精的 不放味精 对 不放味精 就它海鲜的鲜味就把它弄成 原味原味 其实这一道菜的话 对上海人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 对对对 我喜欢吃 因为小时候的时候吃过的 现在等于很怀旧的 小时候面疙瘩没这个好吃 还没这个好吃 没这个鲜 你自己放 什么面 这脚这哪个放出来 可能两年 它的加工肯定是不一样的 它手工的 它手工加工肯定是不一样的 说说里面的海鲜呗 你比较喜欢什么 海鲜呢 里面的那下都是很新鲜的 又大又肥 看上去对吧 全部都手工做的 口感和一般的不一样 咬上去什么样的感觉 QQ的 幸福的感觉 看来这碗海鲜面疙瘩 有人是吃出了怀旧味 有人是吃出了幸福感 究竟它怎么就这么的味道鲜美 口感殆尽 又是什么法宝 让海鲜都沦为了它的配角呢 赶紧去厨房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海鲜面疙瘩呢 是经过自己的手工制作 精心 经过好多程序 大家说小权特别有这个认记 其实我大概知道 这个机器打的 它是这样的货的 对不对 但是手工的时候 它是这样揉 反复揉 等下把它揉得很有劲道 对 手工揉呢 就一定有劲道 海鲜都有些什么 海鲜呢 有这个草虾 橙子 花鴿 还有这个鱼王 蟹的选择呢 要 今天的毛要少一点 这个虾呢 要看出棍链 色泽棍链 这个橙子呢 也是选择那种活的 特别这个 蛤蜊 蛤蜊呢 不要选那种暗的 颜色暗呢 它容易是里面有沙 或者是死 就不够那么新鲜了 不新鲜 不新鲜的这个菜呢 就做着就不好吃了 都说这汤里是酸甜口味 大厨也自有独家秘方 酸菜也容易开胃 其实花鱼呢 就是有点酸酸的 甜甜那种 对对对对 吃起来呢 有食欲感 对 你上来 先喝一口汤 一口汤下去 胃口已经掉上了 对对对对 然后呢 就打开时间了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要把这个大大蟹 油里面炸一下 然后这个草虾 铅子和发隔 这个呢 要出个水 把水里面 然后呢 加进清水漂一下 过里呢 换点油 然后这个酸菜 煸一下 跟番茄一样 都要煸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面疙瘩 倒进去 然后是让面疙瘩 吸收这个酸菜的味道 和这个番茄的松 然后把这个大大蟹 换进去 香味就是吸进去 烧了 蹬了一段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炒虾 葱子和蛤蜊 还有这个鱼丸 断进去 让它的香味 再融入一下 做这份海鲜面疙瘩 需要15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海鲜的鲜味 融入面疙瘩里面 别提有多美味了 你看 如果是中午的话 就我一个人 这样一份只不够了 而且我都会觉得 我会不会要 打包一点蛋 或者讲啊 不过我看到里面 它这些酸菜啊 肯定它这种酸酸的味道 肯定是很开胃 很掉胃口的 我先是蛮饿的 让我先来感受一下 尝一尝 我跟你说 吃完之后 在我脑海当中两个字 第一个 贼 第二个 蟹 劳蟹 我跟你讲啊 真的啊 你看 它里面内容非常丰富啊 它有这个蟹 然后呢 有这个虾 然后有蛤蜊 还有榛子啊 有很多海鲜在里面 你看 你从这个虾的这个 卷曲度啊 你就看出来 这个虾绝对新鲜 还有 你再看一个蛤蜊 蛤蜊如果说 它上面肉的话 如果不是很新鲜的话 它根本挂不住的 有没有啊 它在上面挂得很稳啊 海鲜特别的鲜 以至于它这个汤啊 掉出来 真的是鲜得不得了 但是我跟你讲 今天在这个玩意里边啊 它们都是配角 真正的主角是谁呢 是这个海鲜面疙瘩 最重要的 它把所有的海鲜的这种鲜味 你看虾啊 蟹啊 蛤蜊啊 蛤蜊啊 真的这些所有的鲜味 全部吸进来 你吃一口面疙瘩 你吃得到所有海鲜 有咸味在里面 酸酸的 太掉胃口 撈细啊 那我来感受一下啊 好好感受一下 现在的时间呢 是7点02分 也就说 咱们人气美食节目 已经开始了 一直拿着这份礼 在楼下等着 就等着咱们节目时间一到啊 就提着这份幸运大礼包 然后上楼 瞧瞧看今天谁会在家 谁会是今天的幸运呢 你好 有人在家吗 那脚不伸了 说叔叔 叔叔您好 您好 我们是那个天上瓶的 人气美食的 对对对 先给叔叔 送一个小礼 带白货的奶糖 送个叔叔 叔叔在看那些吗 在这些地方 就是 就人气美食了哦 我们都会先来看一下吧 就是这样的 您看这个 说出我们三个 人气美食的 这个主持人的名字 好不好 主持人 哎呦 我这个记不大 您知道我叫什么吗 来叔叔跟您介绍一下 我叫王斌浩 您现在看的这条片子呢 就是我在给您 对对对对 这个认出来了 对我的 看来叔叔果然是一个 关注美食 比关注我们主持人多 但是没关系 只要叔叔 我这看这个 这个主持人 我去吧 不去 是我知道 一般都自己好吃的了 没关系 但是反正 今天小礼送给您 大礼就有点遗憾了 好 不 我看一看 您好 有人在家吗 有 阿姨能好 阿姨好 阿姨好 自己在家 我们两个人 阿姨你好 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们是 我们是 电视的新上 新上看到 新上频道 我们是那个新上频道 人气美食 实在有礼 今天来给您送礼了 来 开门先给阿姨 送个小礼好不好 阿姨送给你 大白兔的奶糖 在看电视吗 在看什么电视 在看我们的节目 阿姨我们方便 进来一下吗 进来 我们有时候天天都看 每天都看这个东西 为什么每天都会看呢 无欢喜看这个 他会 比如介绍 哪里好吃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吃 阿姨 您看我进门的时候 给您送个小礼 其实呢 我们还是有一份 大礼要给您送上的 就是这个 牛 真的 但是阿姨先别着急拆 走会儿 走会儿 李姨我得拿过来 因为咱问题还没回答呢 是这样的阿姨 7点到8点的时候呢 播出的节目是人气美食 那8点到9点 今上频道播出的节目 是什么呢 8点到9点 对 可后面可想看 紧接着播出的 甲方乙方 乙方 橙花也 对了 是橙花 橙花主持 对对对 就是甲方 乙方 来 阿姨 这个花生牛哥当 送给您 然后我们合影楼念一下 好不好 谢谢 1 2 3 谢谢 其实呢 每次听到有这个朋友说 非常喜欢看我们的人气美食 心里都会觉得特别的欣慰 因为呢 我们可以把不同的美食 介绍给大家 当然了 我们实在有礼啊 也是可以把这个 更多的幸运带给大家 下一期的幸运儿会是谁呢 我们一起期待 今天啊 我来到了潘猫猫的家 一听这个名字 就特别的可爱 究竟是怎样的明星呢 让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 哈喽 你好 我看得到一张照片耶 那个一定是你老公 跟你的婚纱照 是吧 结婚照 这个就是 是吗 是 站起来赶紧跟我们认识一下 我问一下你哦 在你心目当中 潘猫猫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婆 是一个很能干的 怎么能干 不会做家务 不会烧菜的 菜都是他烧的 对对对 有烧过哪些好吃的 中餐也有很多 像那种排骨啊 糖醋排骨啊 海西式的就是意大利面 这些都是很好 叔叔啊 平时在家这个 媳妇的这个菜 您都尝过吧 尝过 讲讲味道怎么样 味道这个 就特别做这个 西餐这个空心 这个很好吃的 我来问一下我们潘猫猫 今天你要给我们带来的 是一道什么样的菜 一个芝士肥跟菊薯荣 还有一个是罗宋汤 这两个菜听上去挺传统的 可能会有一点点床心 好 这是两个我们相对而言 比较熟悉的菜 但是你能做出创意的味道出来 那我们跟着你去看一下 是怎么做的 潘猫猫通过人气美食 微信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正如家人所说 她做意识西餐相当有一手 今天咱们主要是一个汤一个菜 是吧 汤是罗宋汤 咱们用的一些食材 跟一般的都一样吗 差不多一样 只不过我是会在后面 多加一点牛奶 我看咱们这个转型菜是吧 转型菜 然后洋葱 洋葱要用那种白洋葱 黄洋葱不要用那种 一发现的紫皮洋葱 会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那个黄洋葱的味道 比较淡一点 然后紫皮的话 就是可能味道比较重 然后会 对菜葱会影响到那个 它整个汤的一个口味的 还有就是这个牛肉 还有那个红肠 这个是切了块的 已经切好了的那个土豆 还有番茄 那剩下就是咱们今天 第二道菜了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培根菊薯容 然后这个培根 还有那个土豆 这个是那个芝士 我发现咱们这一次的土豆 是这个切片了是吧 这个也是有讲用的 这个是由于我偷懒了 因为那个之前的话 应该是会那个蒸 然后但是那个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进微波炉里面 蒸十分钟 如果切太厚的话 就是可能会 有点那个口味上面 可能熟不了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 就是要进微波炉里去蒸的 而罗宋汤的第一步 是煸炒牛肉 潘猫猫竟然不用油 应该说是要放油的 但是因为考虑到 现在健康问题嘛 然后因为它本来就是 我买的是那个牛腩肉 所以里面有一点油的 然后用它自身的油 然后把它给煸熟 这个方法 就用它自身的这个油脂 等于说让它变熟 因为咱们一会儿 本来就要下锅里去煮的 就有所谓了 撒一点黄酒 去个腥味 不用炒熟 只要表面全部变色 就可以盛出来了 我看到咱们现在是要用到黄油了是吧 对 黄油是要干什么的 煸洋葱 咱们一般罗宋汤好像就是洋葱就放下去煮就好了 对 为什么你还要用黄油去煸呢 因为我要把洋葱的香味给它那个发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更香一点 奶香味可能也更重一点 对 更重一点 我发现用黄油这个煸完之后 这个洋葱一下子就好香 嗯 我看差不多就好了是吧 对 好了 然后咱们要干嘛 把它盛出来放到这个煮 接下来有哪些步骤 就把食材全部都放进去 都放进去 放水吗 放水放进一面 就可以开始再加煮 大概有多少时间 大概十几分钟吧 这就是义式懒人菜谱第一餐 水的量差不多要慢过所有的食材 一二十分钟的时间 也就是平时煮个米饭的功夫 然而这二十分钟对于下一道 芝士培根菊薯蓉的制作也绰绰有余 压土豆泥 黄油炒培根 这些动作再简单不过了 所以现在是要把这个土豆泥 跟这个培根融合在一块了是吧 我看都冷却了一会儿 嗯 然后呢 然后先放一点盐 小勺的盐 小勺盐 这胡椒可以跟去做一个口味 就是你如果喜欢 像我口味稍微重了那么一点点 可以多加一点 先放一半的培根 和芝士搅拌均匀 很多时候我们做披萨一般都说那种芝士片那种 就是邦的那种 为什么你没有选择那种 因为那种芝士的话可能没有这种效果好 因为这种拉丝会拉出来很长 把薯蓉转入可以进烤箱的容器 为了保证其绵软的口感不要压得太过紧实 铺一层培根 盖一层芝士 180度烤5-8分钟 奶香四溢的芝士培根菊薯蓉就率先出炉了 可以拉丝的土豆泥有没有几份餐厅规格呢 此时罗宋汤也差不多包好了 只剩最后一道工程了 咱们这个压力锅已经好了对吧 来放到小锅里了 现在主要是放这个番茄酱跟牛奶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淡 然后所以为了加重点它的颜色的话 放点番茄酱进去 其实它跟我们一般的罗素汤比较 我觉得好像香比较更清淡一些 对因为我没有放很多的油进去煸 我只不过是煸了一下那个洋葱而已 可能你讲的重口味的话 可能就是它在里面的芝士味奶香味会更重 对是的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我发现其实你会做很多好吃的 但是为什么你的老公长得这么瘦 他那个他他就是那种吃不胖的 他一天要吃七顿的 一天吃七顿还这么瘦 为什么怎么做到的 就是锻炼嘛 那就等于说饭点心都备起了 回来还得再吃个夜宵什么 对还有水果 我觉得他太幸福了 像小朋友你 那万一你要出去过旅游啊或者出差啊 他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呢 就会做一些那个半醇品 比如说把一面酱烧好 烧好了以后 然后放冰箱里面冻起来 然后就是一份一份冻起来 这样的话他就要煮个面 然后喂不如你 喂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这个老婆做的太周到了 说着我们的义式懒人菜谱第二餐 罗宋汤也出锅了 牛肉红肠卷心菜 看着就食欲大开 不过此时我们只能坐等朋友尝下来的味道了 我觉得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咱们这位朋友正好赶上了对吧 跟我们说这个味道怎么样 那是做的相当的好吃 先说汤嘛 我看你喝了好几口 他这个汤嘛 然后就奶味特别足 对可能他之前我问过 他是放了淡奶油还是什么 就感觉跟家里面烧的 就帮我妈烧的完全是两个红果 就特别好吃这个 家里一半咱们都是那种酸酸甜甜的 他这个奶味肿 但是还是还酸吗 还是没酸 不酸了 这个土豆泥呢 还没吃了就闻到香味了 首先味道很香 对 吃在嘴里面很滑 我发现最给面子就是老公这儿 这一碗都已经喝空了 你是不是又饿了 对又饿 这属于下午茶时间是吧 对 跟我们说味道怎么样 味道还是依旧这样好 一听完这样的评价之后 我想问一下这个潘帽帽 觉得满意吗 还行 还行啊 老公说的这个听完信仰K信了 对 K信了 谢谢派帽帽帽 我觉得他特别的可爱 我觉得虽然你今天教的我们很多的这个做法 都是这个懒人做法 但是我觉得你对于这个爱人 对于家人的付出绝对是没有偷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愿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美味和健康 吃出好心情 接下来欢迎您收看都市法律援助节目 甲方一方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记住人气美食 将你把幸福生活 吃 对